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雄 生活中我们往往都有这样的感觉 这事是一个接个一个 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产生了 俄乌战争也是如此 对于乌克兰而言,在美国没有提供武器之前 乌克兰最大的矛盾就是缺少武器 那时候乌克兰做梦都想得到美国的武器 但是美国的武器到达之后,乌克兰不缺少武器了 现在乌克兰最大的问题变成了 不能够用美国的武器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 刚开始乌克兰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当越来越多的袭击对乌克兰发动时 乌克兰开始意识到这个严重的问题了 这就相当于被绑了双手跟俄罗斯作战了 于是乌克兰总统资连斯基开始呼吁美国 解除不能使用美国武器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的禁令 与此同时,西方国家也意识到了这个严重的问题 也开始呼吁美国解除这道禁令 这条禁令就是一道摆在乌克兰人面前的红线 让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打击只能处于防守状态 而不能处于主动的进攻状态 据纽约邮报报道 拜登政府的限制性的政策迫使乌克兰 在与俄罗斯的战斗中处于劣势 战争研究所俄罗斯研究小组负责人 乔助巴罗斯表示 目前俄罗斯掌握着整个战区的主动权 他们决定着军事行动的地点 时间 强度和节奏 他说的话也得到乌克兰方面的确认 乌克兰武器弹药准军事委员会主席 奥莱克斯桑德拉乌斯蒂诺瓦回忆说 我们发现俄罗斯军队在俄罗斯境内一两公里处集结 但我们对此无能为力 因此美国必须解除对乌克兰的这条 不能在俄罗斯境内使用美国武器的禁令 这条禁令就是一道摆在乌克兰人面前的红线 一到这个地方乌克兰人就自动的后缩 变得畏首畏尾 极大的限制了乌克兰军人的主动性 这应该是俄乌战争以来最后一条红线了 一旦突破这条红线 那么乌克兰就可以直接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 使用美国的武器 显然要想突破这条红线 不是那一件容易的事情 最主要的障碍在美国 美国担心战争升级产生不可控制的因素 怕俄罗斯某人一旦失去理智了 乱扔煤气块 从而导致世界大战 但这个问题又不得不去解决 你不提供武器也就罢了 既然提供了武器 还限制别人使用武器的范围 那就显得有点可笑 况且乌克兰进行的这场战争 是一场自卫的战争 如果被绑着双手再跟欺略者作战 那就对乌克兰实在是太不公平了 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意识到这个严重的问题 开始纷纷的支持乌克兰 前几天 瑞典明确的表态 允许乌克兰使用瑞典的武器 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 随着瑞典的表态 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逐渐的加入到了 支持乌克兰这个阵营里面去 有个博主把支持解除禁令的国家 跟不支持解除禁令的国家进行了对比 然后说出一个很形象的比喻 就是拔河 现在参与拔河主张解除禁令的国家是 英国 瑞典 芬兰 拉多维亚 立陶宛 爱沙尼亚 荷兰 捷克 这里面荷兰捷克是最新的两个表态支持 做出解除禁令的国家 昨天 杰克总理彼得·菲亚拉 在与欧盟和乌克兰代表会谈前发表讲话 明确表明支持西方援助武器攻击俄罗斯本土 这意味着参与拔河的国家又增加一个 此前 荷兰国防部长卡莎·奥隆伦 支持允许乌克兰使用西方武器袭击俄罗斯领土 他在欧盟国防部长会议之前说 很明显乌克兰人也应该在俄罗斯境内发动袭击 所以从我的角度来看 这不应该成为讨论的主题 我希望持不同立场的其他国家 能够改变这种状态 目前来看不支持解除禁令的国家 有美国 德国 还有一个意大利 就这三个国家 而支持乌克兰的国家数量已经达到八个了 而且正在增加当中西方阵营当中支持解禁的 跟不支持解禁的就像在巴河 随着支持解禁的阵营人数越来越多 呼声越来越强 最终极有可能不支持解禁的国家 最终同意解禁 到了那个时候 俄乌战争最后一条红线就会被冲破 乌亚战争活力就会得到极大的释放 乌克兰赢得战争的进程就会急剧的加快 如果我们打个比方的话 可以这么认为 支持解禁的国家的呼声 就像河堤上的水不断的在拍打着河堤 且力度越来越大 河堤能够最终承受住压力吗 承受不住 这就像要决堤而出的水一样 虽然河堤在水面前一直挺立着 但水的浪不断的在挤压河堤 一旦河堤某一个部位承受不住压力之后 水就会从这个部位流出来 然后更多的水从这个缺口喷涌而出 河堤就会被瞬间冲垮 接下来说说战场方面的消息 在哈尔科夫北线 迄今为止 乌军已集结了21个旅浪 GOR精锐特种部队外加国民警卫队和 哈尔科夫地区国土防御部队 前线人山人海 乌军甚至从扎伯尔地区 拉伯蒂诺附近将一部分的空中突击部队 以及从赫尔松克林基附近撤出的海军陆战队 都派到了北部方向 乌军指挥部源源不断的调集兵力增援 人数上远超俄军目前沃尔昌斯克市区持续的战斗 双方都以小突击队的方式相互攻击 没有大仗打 但乌克兰却在短短的几天 就在这一地区集结十几万的精锐之大军 战略目的绝非是为了防御 去年的大反攻 美国五角大楼就建议 乌军统帅部当从哈尔科夫一线下手 但当时的扎种司令没有这么做 预判这次乌军将一举收复哈尔科夫 被俄罗斯军队最近蚕食的领土 但现代战争真的是不应该打古老的阵地战 当战略破局才能激活整盘起 5月28日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德国东部城市德雷斯顿 发表演讲时 郑重宣布 第一批法国军队将前往乌克兰 这历史时刻已经被广场上数万的德国民众拍摄了 这是一次伟大的演讲 也是乌克兰战争的转折点 马克龙还强调了德国和法国在欧洲的重要性 看来德国的立场和态度也发生了巨大转变 局势将很快迎来重大的转折 同一天 马克龙和德国总理授尔茨会晤后宣布 乌克兰应该使用欧盟提供的武器来压制发射飞弹的军事设施 包括对于俄罗斯本土境内的军事设施 这番表态也将是一个历史性的重大突破 我们再看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 1. 乌韩飞行员驾驶F15为自己的总统扮飞 5月28日对于乌韩来说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日子 泽连斯基的总统坐机 由北约训练归来的乌韩空军飞行员驾驶F15战机扮飞护航 泽连斯基眼望着窗外边的F15战机兴奋不已 这同样是一个历史时刻 乌韩的天空再也不是大俄撒野的天空了 另外5月27日 彼此承诺为乌克兰提供30架F15战机 首批将在年底抵达乌克兰 2. 据乌军总参部公布的战报 乌军过去24小时灭额1310 摧毁装备舰图3 5月29日 普京称 俄罗斯进攻哈尔科夫事件都是北约国家挑起的 2. 5月28日 前乌克兰军队总司令 现任驻英国大使扎日尼表示 乌克兰永远不会放弃克里米亚 我们将消灭所有携带武器 来到我们土地的人 这些来 我们再说一个有意思的事 近一段时间 经常刷到一些 貌似在俄罗斯当雇佣兵的滑稽的人士的视频 觉得有必要深度的探究一下 第一 身为前线作战的雇佣兵 哪来的时间一天到晚的直播呀 拍段子 其不说是干着刀尖上填写的活儿啊 就说他俄罗斯的钱有那么的好赚吗 第二 在前线不间断使用手机哪来的信号啊 就不怕暴露了位置被乌克兰的无人机或者炮弹点名吗 第三 与唯一的一个出现在镜头前 貌似狙击手的蛾兵一天天的悠闲自如的在战场上 跟能逛花园似的 偶尔啊 做几个战术动作假模假样的放几枪 视频中一个敌人的鬼影子也没见到啊 难道战场是你们二人实践 问题很多啊 基于表演的漏洞百出啊 除非是在执行虚假宣传任务 否则绝不可能如此的潇洒 娱乐一下也就罢了 但如果信以为真啊 陷入信息黑洞 那恐怕呀就害死人了 这里有一个真实的案例啊 头两天有五名滑稽的俄罗斯工兵 还在镜头前兴高采烈的合影留念啊 穷得色 但是在两天后啊 这几个人就全部阵亡了 战场上的残酷啊 远非常人所能想象啊 俄罗斯大幅加强了从卢旺达 布隆迪 刚果和乌干达等中非国家 招募外国雇佣军 加入战争的力度 为他们提供现金 每月津贴 健康保险和俄罗斯护照 俄罗斯正在做困兽之斗 兵员严重匮乏 招兵速度都已经赶不上死伤来的快呀 其国防部专门成立一个部门 负责招募非洲人 参与对乌克兰的肉类袭击 雇佣兵被承诺啊 签署合同时收到了2000美元的手笔陷阱 每月2200美元的工资 附带医疗保障和士兵及其家人的 俄罗斯护照等 但这些也得有命拿到才行啊 阵亡了可能会抛尸荒野 乌军士兵为了统计命额人数 把死者身上所有的证件标识全拿走了 无法证明身份的 恐怕是毛也落不着啊 更何况前一阵子许多外国的雇佣军 已经捅破了俄罗斯的不仁不义啊 天下无敌 别去犯傻了 最近发现传播这种虚假信息的突然多了起来 且莫冲动啊 钻入圈套啊 把命搭上划不来 呵护同胞任人有责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吧 如果您认可大雄的节目啊 不妨给大雄一些打赏 为正义发声 感谢一路有你